我们把这个给它来回穿几次固定一下 固定几次它这个帽绳就不会跑出来了 这样就把这个小牛的棋子给它缝合牢固了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来回的穿线藏几次 这个就完成了 也可以在边上打一个结 在边上打一个结 我们可以在这个边上给它挑一针 然后给它挂一下线 相当于打了一个结 然后再穿进去 好 这里它就不会跑掉了 这个线头就给它藏牢固了 然后我们断线就可以了 用同样的装夹把两个小牛提子都给它缝好 好 现在呢我们拿出我们材料包里面配的这种眼睛贴片 大的眼睛贴片 然后给它贴在上面 我是直接用的这个胶腔 用的这种胶腔粘的 给大家材料包里面配的这种胶棒 胶棒的用法就是用打火机把它烤化 然后涂一点涂在这个眼睛上面 粘上去就可以了啊 然后大家小心一点 然后弄焦的时候不要烫到手 这个小牛的比眼睛 眼睛就给它粘到这个位置 粘到这个位置就可以 粘上然后压一下 压一下让它粘毛骨 然后把这一丁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也给它粘好 然后我们找同样的位置 就在这个地方 也给它压一下 压一下粘牢固 好 这个眼睛就粘牢固了 这个眼睛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来缝这个耳朵 耳朵鼻子 然后呢我们拿出耳朵 拿出耳朵 我们在背面给它涂一点胶 我们把这个线头 不想剪的话就直接弄在反面就可以啊 弄在反面 我们把这里给它线头剪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两片引拔针的地方对引拔针 好 给它 两边啊 看一下 这个是正面 好 然后这个也是正面 就是反面对反面 这样粘的啊 大家粘的时候 要粘好 反面对反面 正面对正面 这样就好看 然后呢 我们现在 现在把这个地方也给它打一点胶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这头打一点胶 不要搞错了啊 然后我们粘的时候就这样 捏着压紧啊 因为它双层的就比较厚 然后我们捏着压紧 压紧只粘一头 只粘这一头 然后这头不粘啊 这头不粘 这头是在下面的 不用粘 压紧压一会儿 压一会儿 好 先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两个耳朵都给它弄好 弄好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然后等一下缝合 我们要先缝合这个小牛的角 先拿出线 拿出我们这个小牛的角 记得把里面塞一点填充棉 塞一点填充棉 让它饱满一点 然后呢 我们拿出 我们的缝合针 拿出缝合针 找位置的时候啊 找位置的时候 大家就 找在这个边上 就像你 你对折的时候 对折的时候 然后 这样 我们找在 不能找在这个头顶的位置 头顶的位置到时候 就是偏后脑勺一点的 不好看 然后我们就把它找在前面一点 就是在大概在这个位置 它脚是竖着的 现在 现在这样 我们找在这个位置 找在这个位置 入针 入针穿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缝合的这个引拔针的痕迹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这个角是有弧度的 看一下这个角是弯弯的 有弧度的 我们找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小牛的角 给它 是有弧度的 看一下这个角是弯弯的 有弧度的 我们找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小牛的角 给它对着 对着我们 先 在这个地方 入针 入针 把这个小牛的角 给它固定一下 先穿一针 穿一针之后 我们挑这个边上的线 挑这个下面边上的线 然后 再给它防 我们可以一只手在底下 一只手穿在底下 别到时候 把后面这个 在一片 后脑勺的地方 也给它缝上去了 两片缝一起都不好看 就就麻烦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 一直挑 挑这个边上的线 挑着 挨着缝 这个开始缝第一只的时候 没有什么技巧 就这样挨着缝就行 到缝第二只的时候 就必须要比着 比对着 两只要在同样的位置 不然就不好看了 不对称了 我们缝的时候 在这里 在这里 一直就是围着这个圈 围着这个圈缝 围着这下面 小牛的脚下面这个圈 围着缝一圈 好 第一只还不算麻烦 麻烦的就是第二只 我们先把这第一只 给它缝过来 缝过来之后 我们再到这个第一圈 这个位置了 再给它固定一下 固定一下 然后这个小牛的脚 左边这个脚就缝好了 缝好之后 我们可以 在这个下面 下面穿 脚下面刚刚缝过的 这一根线 然后把这个地方 给它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之后 我们再给它 穿进去 把这个线 这个结 这个小疙瘩 给它藏进去 然后在里面 来回穿 来回穿 来回穿几次 穿几次之后 固定牢了 然后就可以剪断了 下面我们打过结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没事 穿 来回穿几次就行 然后我们 这一只 就在这里位置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一只 也给它缝上去